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东门的 亲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关于为什么纪念馆会选址在这儿 我们还要把时间调回到1937年的12月12号 在南京失陷的前夕 江东门一带聚集了大量的难民 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苏州 无锡 长州等地 家乡被日军侵占之后 他们本想到国际红石测会办的难民区避难 但这个时候 南京城门已经全部关闭 这两三万难民只能徘徊在江东门附近 可除了难民之外 江东门外还聚集了数万名中国官兵 他们来自于南京西南防线守军87师 88师 还有71军 总共将近5万多人 这些中国军队本来是聚首在宇花台 安德门等地 但是这些据点全部失守之后 他们一路溃败 全部聚集在了江东门附近 这些部队原本是想伺机跨过长江 但是12号的江东门已经被日军彻底包围 这些官兵都是与日军厮杀过的 所以遭到了日军的极大仇视 在江东门附近指挥的日军参谋长柳川平之助 和第六师团长古兽夫 以当地士兵拒绝配合为由 下令对江东门一带的中国官兵赶尽杀绝 13号下午 日军装甲车还有坦克同时开路 禁止杀向江东门 随后一个连队兵分两路 开始对江东门一带的军民进行无差别攻击 这场屠杀持续了将近两天两夜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江东门一带的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大量的遗骸 这些人有的是死于13号日军的屠杀 还有的是屠杀结束之后被掩埋在这里的 说起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 我们要把时间调回到1982年 就在那一年 日本文审部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的描述 改为进入中国 这种在教科书里面篡改历史事件 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行为 当时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 特别是在清华战争当中 受日军极大伤害的南京市民更是难以接受 当时的国家高层宣布 既然日本罔顾历史 那我们就更要把这段历史刻在骨子里 1983年底 南京市开始正式筹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关于纪念馆的选址 当时南京市相关工作人员走访了大量大屠杀的亲历者 因为南京市内的死难者遗址实在是太多了 后来曾经在国际红十字会参与掩埋的工作人员回忆 在江东门以带 他掩埋了大量中国死难者的遗憾 当时具体埋在哪已经记不清了 但他一袭记得 江东门外的山坡上曾经有棵树 那里到处都是荒坟 根据南京地方的相关记录 江东门以带是南京城内30多数大屠杀遗址当中 受害者最多的地方 仅在解放后的城市建设当中就发掘了三座万人坑 到了60年代又发掘了数千具遗骸 最终这个埋葬越南同胞遗骨最多的地方 被选址为纪念馆的建筑地 1983年12月13号 南京市举办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奠基碑仪式 随后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发掘 又有大量遗骨被发现 1985年纪念馆正式建成 在纪念馆建立的同时 南京市的相关工作人员 还在不停地收集材料 包括当年幸存者的口述 以及当年的照片资料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与纪念馆一起成为了我们民族 那段悲痛历史的见证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这个数字 网络上这几年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质疑 甚至很多质疑者还是高效的老师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梳理一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统计数字 是怎么来的 在上世纪30年代南京沦陷之后 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山河破碎 官方没有办法进行计算 所以当时关于大屠杀死难者的人数 并没有详细的统计 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在12月13号南京沦陷之后 日军随即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 而当时关于南京城内死难人数的统计 多数是来自于一些从南京逃脱的幸存者 比如曾经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机关职员的李克衡 在逃出南京之后 他立刻发表了《轮经五月记》 文中说到 据统计 到5月初由红十字会掩埋的尸身27万 此外 曾经担任军医的蒋公鼓 在南京城沦陷之后 在城中躲藏了三个月 出逃之后撰写了《县经三月记》 书中明确说到 至于1938年2月13号 被日军惨杀难民尸体 为慈善团体埋葬编号登记的已有12万句 可见 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统计 但仅从这些亲密者目睹的现实来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数字 不会低于20万 而30万这个数字 最早是出自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岛报 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 叫做哈罗德·约翰·廷伯利 他还有一个中国人更熟悉的名字 田伯烈 他的新闻稿中写道 在回到上海之后 他调查了日本军队 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 根据可靠的目击者口述 和可信程度极高的个人书信 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在南京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惨遭杀戮 在二战结束之后 重庆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再经过三年证据的征集 最终汇聚成了南京大屠杀案件 其中既有确实人证之案件 共有2784案 被日军残杀而有案可及者 打886起 并最终给出了30万的统计数字 而这个数字也只是最低人数 根据远东国际法庭 也就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 给出的调查报告当中 证实了在南京大屠杀当中 有超过20万具尸体被埋葬 要注意 这20万是能够找到尸体的 至于那些被日军焚烧 或者推入长江毁尸灭迹 连尸体都找不到的人 只能从亲历者的日记 和战犯供词当中 得到大概的数字 这个数字得到了 国际法庭的辩认审核 最终确定大约15万 而两者相加则是35万 当时在南京参与掩埋的 相关组织也有自己的各种记录 比如世界红十字会 南京分会掩埋尸体 就多达4万多具 还有汪伪政权 民间自发组织 个别国家驻华机构 也有相关的描述 仅是这些数字 就已经超越了30万 而这些数据 也只是粗略的统计 如今我们在看网络上 那些动不动就说 这个数字是假的虚构的 可以确切地说 这帮人非蠢极坏 但最可怕的是 这个声音 还是从某些高校的 老师嘴里说出来的 那我觉得 这可就不是一个蠢字 能够形容的了 我认为这些几千人的 人的生命都消失了 into oblivion 那是为什么我写了 那是什么我写了 那是什么我写了 那是那些 那些力量的 那些力量 在日本 想起来 我只是感觉到这种刺激的状态